这个皇后可真都狠 她挥舞手中的魔鞭 士兵用剑一挡 锋利的宝剑瞬间软了下来 这简直要了士兵的命啊 男人哪能服软 接着皇后用鞭一抽 士兵直接石化 最后石像被丢入大海 里面居然有成千上百个石像 原来皇后为了统治王国 就是用这个手段来对付敌人的 谁知画面一转 咋的还来到了现代 又是不穿乐剧吗 还真的是 男主名叫大帅 是个自称会魔法的骗子 结果骗的客户多了 仇家直接找上门讨说法 他一路逃到水上乐园 滑进了管道里 谁知下一秒 他却来到了一片森林 身边还出现了个老头 说这里是马卡巴卡国 自己已经在这等他几十年了 因为大帅是来拯救这里的勇士 随后老头将一枚戒指交给他 说是他父亲的 大帅以为这是在做梦 结果下一秒 老头却被一见命中 立马就化为了灰烬 接着一群士兵出现 谁知大帅 大帅被带到国王面前 然而国王一看到他手上的戒指 立马就给他结绑了 还勾肩搭背装起熟人 因为大帅正是上一任 传奇国王的儿子 为了好好招待他 国王却叫来了开头的皇后 为其安排最好的客房 谁知皇后一转头 就将大帅关进了地牢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却看到面前有个肢体被拆解 分别冻成冰块的巫师 更恐怖的是 这单的脑袋还会说话 结果没过多久 地牢出现两个女人 他们将冰块全部放下 并用铁锤猛地砸碎 取出里面的肢体 将巫师拼凑了起来 接着三人救下大帅 坐着一只长着鸟腿的木屋鸟 就逃出了城堡 大帅对这一切迷惑不解 他只想回到现实世界中 可巫师却告诉他 他们之所以要逃出城堡 是为了找到一把魔剑 这是唯一能对付邪恶皇后的方法 而这把魔剑只能由大帅掌控 只要大帅能帮其找到 巫师就答应送他回家 但现在他们需要先找到水神帮忙 一只绿色的水怪正色咪咪地盯着 按上这骚手弄姿的女孩 水怪见四周没人 便禁止朝女孩游了过去 他浮出水面打起招呼 可身边的小龙虾却和他说了什么 接着水怪拼命闻着女孩 表情却瞬间大变 因为女孩身上有股怪物 这让水怪难以接受 下一秒他朝女孩发起袭击 树林林女孩的搭档立马现身劝讲 原来这个水怪 正是他们要找的水神 只有他的帮忙 才能通过寻找魔剑的必经之路 只见同伙中的老太婆 将药水滴在了苹果河上 谁知这河居然变成了完整的瓶河 老太婆大口咬下 结果下一秒 他居然变成了一个红发美人 水神一看立马就口水直流 丝毫不听小龙虾的劝 看来他好这口 接着老太婆靠着美人计 成功说服水神跟着他们上路 可就在这时 皇后也带兵紧随而止 他将小龙虾主通红 逼问出了大帅行踪 而他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亡渝之河 必须派出水神吸干河水才能通过 结果水里的食人鱼丝毫不给面子 恶狠狠地就把水神咬得只喊救命 但皇后也已赶到 就在他要发起攻击时 大帅立马带着众人躲进井里 为了让他们通过下水口逃出去 水神吸干了井水 自己却保得走不动 他让大伙赶紧跑 自己留下来对付皇后 接着皇后下到井里 将水神变成了石像 结果他瞬间裂开 肚子里的水瞬间喷涌而出 可还没逃多远 皇后还是将大帅等人抓住 他们被带到魔戒山 魔剑就藏在这沸铜烂铁之中 一根粗糙的木棍 居然在男人手中化成了魔剑 他轻轻一挥 强大的剑气就把邪恶皇后击落马下 接着大帅将魔剑交给巫师 让对方送自己回到现实世界 可这是国王来了 谁知巫师却将魔剑交给对方 他居然是想用魔剑 交换国王手中的永生宝石 但万万没想到 这宝石还是假货 真挺还在皇后手中 接着青蛙女及时救场 大帅趁乱夺回魔剑 就在大火满心期待他要威风一把时 他却用魔剑画出了一道传送门 搜的就跳了进去 大帅回到了现实世界 本想着好好地继续生活 但看着当初的合照 他的心里还是隐隐自责 他纠结许久 还是决定通过永迟管道 划回魔法世界 但这一次他没有成功 还被警察当成神经病关了起来 谁知在看守所里 他居然遇到了当初的老头 原来老头能够在两个世界来回穿越 这才会出现在现实里 随后老头用魔杖画出传送门 让大帅再次跳了进去 此时巫师等人在城堡里面临处决 而国王也拿着永生宝石 准备与魔剑结合 这样一来 他就拥有了最强大的武器 接着大帅及时现身 谁知他不讲武德 居然掏出了把手枪 就在他要打碎宝石时 皇后却一把推开了他 国王见他没有武器 打算持剑处决 但大帅却一顿嘴炮 说什么是男人就要公平批评 可就算没有魔剑 国王依旧轻松打得过大帅 眼见大帅就要被KO 巫师却悄悄拿走了永生宝石 而因为这块宝石 连动了他和国王的生命 宝石一破 两人就会魂飞烟灭 而巫师已经活了上千年 他不愿这两个邪恶的国王皇后 继续为非作戴 只见他一刀下去 砍爆了宝石 国王和巫师 瞬间纷纷化为灰烬 皇后见大势一去 立马转身跳楼 而之前被石化的人 也全都恢复正常 摆在城堡里的帅霸石像 也终于变回人样 跟自己的儿子相认 如今老国王归来 整片大陆都充满了幸福 而大帅也永远地留在这里 根据自己的爱人度过余生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最后的勇士》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